上期用东皇单挑了吕布和夫子 他们均不是对手 本期是敏玥和亚连 第一位敏玥都是六神庄 开始直接三分球加大招 这一套技能下去敏玥就没了一半血 接着没了大招敏玥就要开始拉扯我了 因为我出了不死鸟的原因 他打我是很刮痧的 过程中我也是会用二几人炸他 属于互相拉扯了 万万没想到我第二个大招都好了 直接二几人散现接大招 失血开了大招也是无计一事 一比零领先 第二波开始敏玥学聪明了 跟我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大招就吸不到 这里还是被我大到了 可是三分球没中伤害不高 接着我失误了 连续几下被练住 一比一平手 第三波我换了点出装 开始直接就是二几人接大招 这一套下去敏玥根本顶不住 直接血量就剩三分之一 接着又开始拉扯了起来 连续到我第二个大招又好了 我还是满血 最终二比一 冬皇获胜 第二把亚连 第一波六神装对决 直接加速给大家看 冬皇单挑这种战略英雄几乎没技巧 就是一直转圈圈和安逸战就行 第一波算是险胜 并没有赢得很轻松 第二波我给鞋子卖了 伤害直接拉满 亚连也做了两个法抗装 开始我血量掉的蛮快的 还以为打不过了 可到后面我血量就是掉不下去 还没一下子血量就满了 估计亚连类型是很绝望的 第二波比第一波还要轻松 打完后还剩一半多血 最终2比0冬皇获胜 小伙伴们到底有哪位对抗路英雄 可以打过冬皇呀